看这雪下有多大了 看这叫通道 这是那个村里的天主教教堂 回不去了 我阿姨也是女教的警户 前面还有一个管子呢 哇我们在安德曼特花旋 它新的火车好好漂亮 前景的天窗 哇这雪太大了 但是今天的雪不是那么软 所以野雪的部分不是很好 风吹雪有点硬壳 明天可能会很好了 因为明天要下大雪 瑞士这个火车上都是放雪板的 这都是新火车 里面厕所什么都有 大家都把雪板放在这儿 哈哈哈哈 掉石头上了 吃饭来了 原老餐厅阿特希塔 这个是我特别爱吃的 但今天是个棒的 它还有个酒吧好舒服的 大山里 它也特别好 你看有非松露果果 叫什么 骨虾 排骨锅 然后牛排 还有各种 然后都还有伯格 它的汉堡包 汉堡包很好 还有马提米 你给我点起泡 Poseco 我的天呐 它这个排骨的量好大 你看两大块排骨 它蛮健康的 还有配着酸菜 黄瓜西路士毛豆 这是一个阿尔卑斯特色的汉堡包 这是我们点的马格维塔披萨 你这是汉堡包 对 这是一个阿尔卑斯汉堡包 也很健康 加了一些阿尔卑斯的一些植物 这没有肉吗 有 然后呢也有肉 没看到肉啊 有肉在里面 还有肉 有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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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滑走了 这个血是不是有点硬壳 好药 在安德瓦特学长全山最好的酒吧 我在隧道 哇 走好处 这个下山的路一定要跪于隧道 看点小人很漂亮 放送放送 下山走 而且我右手还拿上雪杖和手袋 还好天气不是很冷 要不我的手直接冻麻掉了 走走走走 火车在这走然后缆车就在这 这就前面这火站 火车上山了 然后没有朋友说是不是做gaya可以免费滑雪吧 因为这边就是滑雪兵的训练基地 故意是刚刚来几个月的 昨天我看见两波都是滑雪兵 都穿着雪板在山上练习呢 背着炮台的 我们俩上山了 下了雪好大 看 开始大片的飘雪了 这个人的原则是下雪不滑雪 对 所以今天缆车上完全没有人 你看所有的缆车都空着 我们俩就是霸占一个缆车 咱们讲讲咱们那个雪劲的选择 因为好多滑雪的新手 他不太会选眼镜 说句说话 我们也是经过了这么多年失败的教训 然后终于逃到比较好的雪劲 简单一句话 跪就完了 不是啊 首先你如果从镜片来选择 那当然卡尔蔡斯是比较清楚的 就从清楚的讲 但我个人更配分 这种我们现在这种眼镜 就是他可以变光的眼镜 就当光线不好的时候 他会增亮 然后当光线稍微特别烈的时候 他会变成这个遮光的模式 所以他这是一个变光镜 同时他有通风口 就防止你在雪上比如摔倒或者什么 然后会出汗 然后会出蒸汽 所以他这有个扣 一拨开这个眼镜 看到了吗 有一条缝 他就可以灌风了往里 然后就不会起雾 因为滑雪是最讨厌的 就是你的眼镜起雾 一起雾你就没法滑雪了 所以我们选择是这个 变光加这个 这个防止起雾的法国的品牌 然后我也推荐给你们 因为我们用了这么多年了哈 这个镜子 虽然说不是很漂亮啊 不是那种所谓的漂亮的雪镜 但这个实用性是最好的 首先他变光哈 在各种天气都可以试用 然后我觉得滑雪里面最 最没有耗损力的 你知道是什么吗 头盔 对 一辈子都不用换 我跟你说 我从滑雪第一天买的那个头盔 到现在还能用 大可买一个好一点的 因为完全坏不了 你要都滑成那个样子了 就干脆就别滑了 所以说我们说最怕的是什么 最怕的就在雪道上捡着一头盔 就害怕里面有没有头 真的滑雪还是一个高危运动 对一定要注意安全 左右两边宽度15米 然后上下落差1公里 然后山的落差高度335米 然后这是第29号 29号黄县 29号无整理野雪区 安全野雪区 今天很可怕 今天是下大雪 雪太大了 你们看这雪有多厚 又是这么一个风雪交加的 天气滑这样的雪真的浮了都 走 走 我说你们看这雪有多深了吗 我先躺在这上面休息 哇塞老长了 我要笑一点 我笑一点 好了 慢一点靠右 什么都看不见 斑茫茫一片 正有哪个人挂着 正搀扶着 已经在雪道上卡住了 现在这个雪道上雅琴无声只有我们俩 要不要给他叫个直升机 就怕叫完了以后恨死咱俩 恨咱一辈子 故意啊 还不是自己下去呢 好好下 我们就从这划下去 好深好深的雪 基本就跟划船一样倒下来了 我们刚下来了 就从这个山山药里上面下来的 安全也许 再过一会搞不好就拿杆了 对啊 所以说还是挺危险的 看那些好风道道的那些都是防雪崩的吧 对我们还是走吧 今天最后一套了 今天又来这餐厅了 今天暴雪外门给你们看 刚才我们不是下的那个黄蟹什么的吗 下了三套 谢力了吧 还行 喝着小啤酒 小松鼠啤酒 这是瑞士卢山产的 卢山产的小松鼠啤酒 我要的是水牛 还有火腿 还有这个芝麻生菜 披萨 他要的还是汉堡包 这是我最爱吃的汉堡包 我们家的house dessert 这是什么vanilla cream 这是cranberry汁 然后还有开心果吗 开心果 然后酥脆的 看着好像挺轻 挺轻的一个甜品 并不是很重的那种 酥面之类的哈 蛋糕之类的 看着还不错 有点点酸 有点点酸 挖汽车的结果 雪下都太大了 昨天还不会想成这样的 这是绿制岛 小孩雪车的道 看是雪下的 今天天好雪好 所以我们喊了很多瑞士的朋友一起来滑雪 这么好的天气就是要一起愉快的玩耍 这不如刚滑了半天朋友就非要说请我喝咖啡 然后我们就来了 结果这个咖啡就是加了好多好多烈酒的 这加酒的 加咖啡加酒 加里子酒的可这脸看着挺好的 差点回不去了 跟所有山上的老人都认识 看少儿从那个山上下来 这片 完全没有人 这些下饵 雪好厚 好 咖啡 咖啡 现在是烈酒的茶 喝酒 喝酒 醉嫁了一会我们都醉嫁回去 喝酒 笑死我 今天可多人了 周六天气太好了 看全是人 还是一如既往的雪大呀 大雪 是吧 每个水都冰川水 特别凉 这个现在的温度都是零下五个度 然后但是这个水依然是活水 出太阳了 日月灯灰 日月灯灰 我今天不是也下了吗 我今天跟瑞士滑陵六十年的本地 老混混 滑了一天 一站的时候就有的叫做1890年 对 小教堂 看雪多厚 看这雪下有多大了吗 看这条通道 看这是那个村里的天主教教堂 这条河熟吧 教堂开始响起钟声了 冷吧 全是雪 我今天在这个路上还摔了一跤 走路摔了一跤 在酒吧吃饭 我们今天不是花雪了吗 然后跟瑞士朋友在酒吧吃饭呢 哈喽 爱你们 这是 是video 最传统的 加好多烈酒的我们的饮料 跟着本地人就是喝起来 看我今天喝了多少烈酒 哇塞 看到吗 这是水 刚才是烈酒加水 这就是我们的餐后的 饮品 安德玛特最古老的 音乐机 他们要放了 就是老歌 开始了 老歌集锦 这就是传说中的 欧洲的70家老歌 神秘的仪式 明天给米兰 吸了 吸的那是鼻腰 但是这个就是 有点提神醒脑 有点像泰国的那些提神醒脑猪一样 就专有 然后滑脑门的都亮了 再加上这一口 烈酒 一口门直接烈酒 完美绝了 这才是大山生活 刚才这个老板送给我们一盒 就是这个 比尔 比尔 哇 这是我喝的 比尔咖啡 然后加上烈酒 加上奶油 然后再加上一口 超烈的咖啡 就是因为里边加了好几种酒 这是瑞士山里人的 这是一口 power饮料 我今天喝完这个 我还上水道了 我今天喝完这个我还上水道了 我今天喝完这个我还上水道了 有点甜 不小飞去了 摇一下 又晃了 说这是本地桌 当地的 老板一通招呼 然后没有错 那个米西尔说是喝茶 喝茶 说好的喝茶 这又是一杯 樱桃酒 樱桃酒 满满一杯 满满一杯 这是本地桌 我们做的这个只有安德马特人才能做的桌 我回家总共从这个地方到家也就是500米 回不去了 走20里就得进屋喝 这就是瑞士的生活 走20里就得进屋喝 前面还有好几个管子 笑死了 这还回得去吗 对啊 我也觉得刚不是我刚以为是来定位 结果被忽悠了忽悠又坐下了 一共回家就500米 走不过去了 这条街 这条街走不过去了 回不了家了 那么近的地方 这是玫瑰果 这里面加了樱桃酒 樱桃酒 新的活动 然后这个呢 叫后酒 要没有樱桃酒 这个东西挺想生的 所以加上那个铁匙 加点糖 我可以说 酒精潮不要糖的命 我可以说卡豆子吗 真的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呦 笑 行了咱们这又喝起来了 这个真的是确实是一种本地的一种特色 这叫后酒 哈根布特米特铁匙 要 这个意思不行 露室 我告诉你们这什么口味吧 你们就回去弄一包乌龙茶 漆上 然后再倒一杯二锅头进去 你就知道这什么味道 哈哈哈哈 又喝这了 哈哈哈 又脱了 哈哈哈 想到我这来钱好好的回不去了 不是说瑞士所有的地方你们都会感觉到很商业化 同样有很多的州很多的地方很多的山区 非常具有本地特色的乡土气味 而且本地人非常的热情 哎这是龙胆兰的酒 老板给的让你喝的 说瑞士的 只有瑞士有了 我这感觉紧着感觉赶快把账结了 结完之后立马卡在倒里面 龙胆兰 这是龙胆兰 哈哈哈哈哈哈 这对哪好 这个 他必须的告诉我这对哪好 这对哪好 这对哪好 这对男人好 这对男人好 听我的去呀 这条街呀 龙胆兰 找不了了龙胆兰 我们从滑雪的地方现在跑到米兰来 正好今天就是周末嘛 要不滑雪的人太多了 今天不敢开车了 因为昨天晚上喝的太素 直接坐一小火车进米兰 然后去吃中餐休息一下 周末滑雪人太多了 所以就不想滑 只想平日滑 现在已经很挑剔了 到米兰火车站了 我们刚下火车 然后去中国城 吃吃吃 这是哪家 这叫什么 这叫四辣子 我们到唐人街了 待会儿来吃甜点 他们家特火 好多意大利人在排着 各种 中国人开的甜点店 来吧同志们 羊皮 刚才我们吃了一个辅竹 望赵了 饺子来了 水饺 煎饼果子 不要那么大个 嗯 那实在的 嗯 水饺 水饺 天津 天津就成天吃这个 这三香果饺子太好吃了 真的是正宗的味儿 天津人煲的 嗯 看视频吧 薄脆 他们家薄脆真的好吃 酥脆酥脆的 天津的天津果子都是现杂现卖的 对 在这这个条件达不到 啊 还是咱这正宗 哈哈哈 他们家食韵家 他们家的煎饼真的好吃 推荐第二次了 还有一个海鲜饺子 一定要吃素三鲜的大虾饺子 先羊肉串 虾皮鱼虾 加丁螺 我们这第二拨菜要上了 哈哈哈 来米兰就是吃 就是各种的巢店 可巢了啊 这个米兰 我们现在就在那个 como 就那个买手电那一块 我们去喝喝咖啡 而且这边米兰的人 很会穿衣服 不管了男女老少 意大利人特别巢啊 这个是意大利 叫意大利 这是意大利最好的超市 看多少层 大超市 全是超市 是一个好牛的超市 就是特别高档的 意大利最高档的超市 越来越像瑞士的Globis 还有各种吃的披萨 里的都是超市 各种 各种卖的 还有喝咖啡的 这个超市很有饭啊 喝咖啡的酒 然后各种啊 上面吊的全是泡马火腿 可以某人拉个小车 要去采购了 这个就是雪葱 天天下雪 今天又下雪 又下暴雪 明天又是粉雪的一天 yes 踏雪无痕 好大的雪呀 我现在被都已经刮白了吧 我特别佩服这村里的二驱车 能开的就跟四驱一样 雪太大了 我们两个就像是小土豆 今天早上解了聚花早场雪 yes 带着瑞士人去爽一把 你看那教堂 哇塞 像是有神光一样 快看 我们今天就在这个小卖部里喝点 大伙要喝酒去了 然后喝喝 纯正的山里王一起喝点 对 我们明年呢 可能会推出一个就是相关鱼 旅滑这样的一个单一的项目 对 一地滑哈 专门做这种一地滑的项目 大家如果明年喜欢 喜欢这么大雪 可以加入我们 喜欢那种每天上百公里的雪道 就来找我们 而且有一点 好 在瑞士 99%都是滑雪高手 没有鱼雷 真没鱼雷 特别安全 看到那个是山了吗 那上面 那这上面就是雪道啊 终于回说了 不论是在瑞士的任何一个雪村 或者一个瑞士的任何的一个就是在滑雪生地 好像来了 进来进来 进来进来 Sally Troomly Froomly 哈哈哈 哎呀笑死我了 这个酒吧全日部队的 然后都在喝酒 这个这个酒吧就是部队的酒吧 部队都回去了啊 部队的都回家睡觉了 回京营了 这种更传统一点的就是烘酒酒吧了 比较近 哈哈哈 老圣里娃小圣里娃 还有Andrea的 他们都在 我们今天上场了 今天可是天好雪好的一天 这边都是部队的雪场 昨天晚上不是跟大兵们一起喝酒 今天你看看人家都上场了呀 看都是瑞士滑雪部队的 看可以一直滑到滴桑绿丝 超软 这边全是滑的 这边要加在一起的话 一百公里 一百公里 上百公里 反正得坐火车才能回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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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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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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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滑雪兵们集合了 整顿回军营了 他们装备可好了 集体下山 他们有一个教官在上面 他们背的都得是好几公斤的东西 可乘了 还得拉着馅滑 你看 训练呢 训练 拉着绳 背着10公斤的重的下山了 拉着绳 还挺难的 来GameStop 今天风特别大 山顶 满度又高 所以黑道就关掉了 我们刚才只能够被迫下了火道 本来想去那条野水完全关了 换 好 接着 你 呀 我 你 呃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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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像到瑞士的安德马特 现在的温度也是达到了零下18度 然后我们的本地老哥开始订明天的晚饭 现在这边的餐厅也都是全部都爆满 这个城市非常的安静 有机会的话你们一定要来瑞士体验一下 纯正的瑞士本地文化 这就是这家特别纯正的本地的奶酪火锅 这是瑞士山里州大山州的一个奶酪火锅店 这就相当于咱们国内的那种特色的那种的民间小吃一样 以奶酪制品的所有的各种各样的美食 就是瑞士本地的特色美食 看这山里的特别逗 这是让你喝酒的那个游戏 然后你走起一般谁输了谁喝 这也太逗 我们今天来品这个白兰地烈酒 然后瑞士有那个 我们刚才买了那个龙胆兰 就是那个龙胆兰的酒 瑞士有的 然后这个是青薅酒 薅子和葫芦糖 折糖那样的 还有一种花 然后这个是蜂蜜和高山花那样的酒 反正都挺奇怪的 我刚才尝 所有的都尝了一下 特别特别奇怪 但挺好喝的 我们买了几瓶 然后我们买了两瓶这个蜂蜜 这蜂蜜是高山的野杜鹃花的蜂蜜 特别好啊 就是山上的自己屋里都产了 就是这种野杜鹃花的蜂蜜 这会放香在这个野杜鹃的高山上 是像你这种野杜鹃的蜂蜜 这种野杜鹃的蜂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